岩鼠挖的深井 作者安放之子 翻译彭义 土豆田的角落上住着一只名叫眼疾的岩鼠 虽然眼疾还只是一个孩子 但要论起聪明来 就是田里最老的眼鼠也比不过他 一个秋天的晚上 在被月光照得萌萌亮的田津小道上 眼鼠眼疾发现了一个闪闪发光的东西 是一个扁扁的圆圆的东西 这肯定是钱币了 聪明的眼疾马上就想到了 然后 他把那个东西举到月光下打亮起来 钱币上漂亮的叼着菊花 那花瓣上的一根根线条 就像被淋湿了的蛛丝似的闪着荧光 这肯定很值钱 很快 眼鼠的脑子里就闪过一个好主意 对了 就这么做吧 眼疾蹦了起来 啪的拍了一下手 立刻就出发了 眼疾急急忙忙的穿过一望无际的土豆田 天都快亮了 总算是到了一户有着草气方点的漂亮的农家 只有地主的家才会这么大呀 眼疾一边这样自言自语着 一边围着房子绕了一圈又一圈 没多久 他就从一条窄窄的门缝里闪身溜了进去 然后 这回 他用比猫还要轻的脚步 朝房子的里头 在里头摸去 最里头 最大的一间铺着席子的屋子里 睡着这家的主人 眼疾飞快地溜进了那间房间 端端正正地坐在了呼呼大睡的地主的枕头边上 轻声唤道 喂 喂 地主 土豆田的地主 地主醒了 豁得坐了起来 毛毛腾腾地朝四下寻去 当他看到毕恭毕敬地坐在枕头边上的眼疾时 说 这不是岩鼠吗 眼疾紧接着说 是的 我是岩鼠 是一只小毛孩子岩鼠 不过 今天晚上 我可是有非常要紧的事求您才来的 求我 是的 求您 地主 请让给我一小块土地 听了这话 地主笑出了声 什么 土地 哈哈哈哈 岩鼠要买土地 这话我还是头一次听到呢 眼疾火了 于是 把一直紧紧针在手里的那枚岩壁 碰地往踏踏米上一放 用凛然的声音说 我有钱 呵 地主抓起那枚银币 目不转睛地看了好半天 这才说了声 好吧 站起身来 接着 啪哒一声 推开了走廊的防雨门 说 跟我来 地主和眼疾慢慢地走到了 与土豆田相邻的一片空地 地主在那片空地的边上停住了 把眼鼠叫了过去 听好了眼鼠 是 眼疾毕恭毕敬地坐下了 抬头看着地主 我只能卖给你这么一块土地了 地主用拿着的手杖 在空地上画了一块小小的四方形 和打开的包袱皮差不多一般大 眼疾恭恭敬敬地鞠了一个躬 然后这样说道 谢谢 那么 这里就是我的土地了 从今往后 拜托您不要事先不打招呼 就挖来挖去了 因为以前我受够了这种烦扰 就这样 眼疾成为了一块 小小的土地的主人 眼疾立即就在这块土地的四周围上了篱笆 挂上了一块写着 眼鼠眼疾的土地几个大字的牌子 接着 自己就坐在了这块土地的正当中 成为地主的喜悦 让他哆嗦了好一阵子 啊 这是我的土地了 这块土地下面不管多么深都是我的了 而且上面一直能够到星星 眼疾激动地再也坐不住了 于是就在这块小小的土地上 一遍又一遍地跳来跳去滚个不停 下面一直到地心 上面一直够到星星 他叫道 然后眼疾就咕噜一下躺倒了 出神地幻想起来 我在这里种一棵树 树慢慢地长大了 长得又直又高 一棵够得着天空的树 伸到天上的梯子 不过 这时眼疾跳绕着天空又响 要是下一场暴风雨可怎么办呢 说不定 我的树会被连根拔掉 到了夏天 万一树被雷击中了 那讨厌的要命的雷 眼疾猛地哆嗦了一下 然后立刻就不再幻想了 接着 眼疾又琢磨起挖井的事来了 挖一口深深的井 系上红砖墙 装上坚实的滑车和吊桶 集上来的水肯定非常干净 比起田沟里的水 井水不知道要好喝多少杯了 伙伴们要成群结队的来喝水了 啊 这个主意好 这个主意最好 眼疾就这么决定了 说干就干 从第二天起 眼疾就开始挖起井来 小小的眼鼠 要挖一口深井 可不是一件容易的事 这可是要干上好些年 要有毅力的活 不过 眼疾是一只非常能忍耐的眼鼠 多少年都能忍受 清澈的井水的凉意涌上心头 眼疾一心一意地挖着井 这样过去了许多年 等到水井终于挖好的时候 眼疾已经不再是一只小孩子的眼鼠了 长成了一只漂亮的大眼鼠 它比过去更聪明了 更能忍耐了 然而可悲的是 它变成了一只极其贪得无厌的成年眼鼠 常年钻在黑暗的土里 和水也不说话 也看不见美丽的东西 到了井 好不容易挖好的那天 眼疾这样想 啊 这下子 我总算在自己的土地上 挖出一口自己的井了 真是够辛苦的了 可是 我究竟是为了谁这么辛苦呢 是为了田里的伙伴们 喝上好喝的水吗 岂有此理 我是为了我自己 是的 是的 我要用这口井做本钱 攒下一大笔钱 然后 再去地主那里 买回比这多十倍 多一百倍的土地 眼疾挖的这口井 比想象的还要漂亮 用红砖围了一圈 要说有多深 这么说吧 双双探头朝下面一看 就会头晕 而最让人叫绝的是 从这口井里集上来的水 夏天像冰一样的凉 冬天则是热乎乎的 眼疾一个人慢慢地品尝了 这甜美的井水之后 在吊筒上挂上了这样一个牌子 好喝的井水 一杯 有洞眼的银币一枚 夏天的一个大热天 一只有钱的眼鼠 从眼疾的井前经过 他看到了那块牌子 就站住了 手插到了口袋里 但灰色上妆的口袋里头 银币哗啦哗啦地响着 他递给眼疾一枚银币 要了一杯水 眼疾立刻把吊筒 放到了深深的井下 集上来满满一桶清凉的水来 咕嘟咕嘟 那只有钱的眼鼠 一口气就把水喝光了 好喝 他赞叹道 眼疾连忙低头 行了一个礼说 请再次光顾 不久 有关甜美井水的传闻 就在田里传开了 凡是有一枚银币的 眼鼠和田鼠们 全都过来喝眼疾的井水了 而且 为了喝上这井水 大伙还争先恐后地 捡起人们丢掉的银币来了 就这样 眼疾很快就成为了一个富翁 眼疾用万年藤的腕 把散下来的 带洞眼的银币 穿了起来 挂在了脖子上 这根美丽的项链上的银币 一天比一天多了起来 就这样 又过去了许多年 11月一个寒冷的黄昏 落日沉到了土豆田的对面 唯有那一片 呈现出凄凉的红色 从那片光亮的方向 走过来一只瘦瘦的小老鼠 小老鼠一边对眉戴手套的双手 喝着白色的气 一边动得缩手缩脚式地走着 它一直来到眼疾水井的前头 就这样说道 手被狗举的刺给炸破了 能不能给点水洗洗伤口 于是眼疾就像往日一样 嘎嘎地把吊桶放到了井里 挤上来一桶水 小老鼠跑上前去 把受了伤的两只小手 全都伸到了热气腾腾的水里 眼疾看了一会儿 就把手伸了过来 好了 付钱吧 可那只小老鼠只是傻傻地抬头看着眼疾 然后吐出了一口白气 问 什么 眼疾潮挂在吊筒上的那块牌子一纸 这不是写着的吗 他声应地说 可 可我不认字呀 真是一个烦人的小孩子 那么 我念给你听 听好了 说完 眼疾就慢慢地念起了那块牌子 好喝的井水 一杯 有洞眼的银壁一杯 听了这话 小老鼠唧唧忙忙把手从水里缩了回来 然后 把那双小眼睛睁得是不能再大了 只挤出来一个字 钱 他问 是的 眼疾抱住了胳膊 我 我没有钱 于是 眼疾就瞪着小老鼠 这样说道 你听好了 这块土地是我的 这口井也好 这水也好 全是我的 我从还是一个像你这么大点的小毛孩子时候起 就已经一个人在挖井了 所以 即使是一杯 我也不能让人白用 小老鼠那双水淋淋的手被风一吹 比原先更加冷了 他一边搓着手 一边想了一下 说 那么 我到田里去偷点土豆 来代替银壁吧 不行 对不起 眼疾老爷可不吃土豆 眼疾傲慢地说 那 那怎么办呢 小老鼠往后退了一步 低声问 怎么办呢 眼疾又抱住了胳膊 想了一会儿 终于想出来一个好主意 你帮我挤三天水吧 干三天的活 刚才的水钱就不问你要了 这对于眼疾来说 绝对是个好主意 因为最近这段日子 挤水这活让眼疾累得受不了了 倒不是说眼疾上了岁数身体不行啊 而是那串项链的原因 那串隐蔽项链一天比一天重 不要说别的了 但是把它挂在脖子上站着 就已经累得不行了 所以 最近眼疾是想雇一个伙计积水了 就这样 可怜的小老鼠就只能在眼疾这里打三天的工了 从第二天起 用吊筒积水就是小老鼠的活了 而眼疾除了从客人手里收银币 就是往井边一躺了 第一天的黄昏 最后一名客人走了以后 小老鼠大声招呼眼疾 眼疾大叔 井里面有一个非常漂亮的东西哦 漂亮的东西 眼疾慢吞吞地爬了起来 抓住了井边 你朝里面看呀 看 小老鼠快活地叫道 井底简直就是另外一个世界 像长长的望远镜 定睛看去 正中央扶着一朵红红的火烧云 一朵看上去热气腾腾 好吃的云 虽说眼疾已经急了好几年的水了 却还是头一次看见这样的东西 他想 我的井里怎么会有这么漂亮的东西呢 就这样 眼疾和小老鼠目不转睛地看着井里 直到天黑 第二天晚上 小老鼠又招呼起眼疾来了 大叔 看呀 井里有一个月亮 眼疾听了 吓了一大跳 然后 好不容易才站了起来 朝井里看去 井底的水里 浮着一个小小的圆月 白白的 就宛如白玉兰花似的 看到他的一刹那 眼疾心跳个不停 没错 井里确实有一个月亮 月亮不知不觉 竟钻到井里去了 这可不是小事 眼疾想 过了一会儿 小老鼠说 我知道了 大叔的井里面 有一片天空呀 天空 井里面有天空 这时 眼疾都快要窒息了 如果天空在自己埋的土地 自己挖的井里 那么 那天空肯定是全部属于自己的 可不知为什么 眼疾没有这种感觉 相反 他却觉得自己的井 自己的土地 和井里的天空一起 不再是自己的东西了 不过 眼疾硬是打消了这种感觉 怎么会有这种事 不管发生什么 这里也是我的土地 终于到了第三天的晚上 分手时 小老鼠说 大叔 我就要说再见了 可是 这回井里是星星啊 啊 我就过来看 眼疾坐在那里 一动不动地说 等到小老鼠的身影 消失在土豆田的 田笼尽头时 他好不容易才站了起来 战战兢兢地朝井里看去 昏暗的井底 一颗银色的星星 闪着亮光 盯着他看的时候 眼疾已经清清楚楚地 感觉到了 和这颗星星一起 这口井 这块土地 不再是自己的东西了 成了一个不知道是谁 比地主不知道 要大多少的主人的东西 不管怎么吵 怎么拼命 也没有用了 眼疾后背上 冒出一股寒气 可他随后就又猛烈地摇了摇头 怎么会有这种事呢 这是我的井啊 我的井里的东西 月亮呀 星星呀 全都是我的东西 这样叫着 眼疾情不自禁地 朝井里探出身去 想不到 挂在脖子上的 盐壁项链太重了 眼疾的身子 竟一个倒栽葱 掉到井里去了 掉到了深深的水里 扑通一声巨响 然后 再也没有声音了 当井里那一圈圈圆形的波纹 彻底消失后 水面上又重新映出了一颗静静的星星 当清醒过来的时候 眼疾正在一片蓝色里 嗖嗖地往下落 一直落到地心 不 也许说不定就没有地心 也许这是一口无底的井 眼疾像皮球似的往下落着 想停下来 可不管怎么挣扎 也是无机于事 四周如同果冻一般的蓝 而在远远的远远的底下 方才的那颗星星闪着光 一边不停地往下落 眼疾一边回忆起从前买土地那天的事 那天他想 这是我的土地呀 这块土地的下面 不管多神都是我的呀 可是现在 眼疾正在往下落的地方 是眼疾的土地的延续吗 是从前自己用胳膊使劲地拥抱过的一块包袱皮大小的土地的延续吗 不是 这的确是不知道的另外一个空间 什么也没有 空得像大哭一场的世界 眼疾突然感到了冷 啊 我想错了 我干了那么多的错事 一种说不出来的孤独 让眼疾掉下了眼泪 他觉得自己像是变成了一个孤零零的婴儿似的 自己什么都没有了 自己成了一个赤条条什么也干不了的婴儿 再也忍不住了 眼疾突然叫了起来 星星星星救命 眼疾的身子突然变轻了 天和地一下子颠倒过来了 这会儿 眼疾不是在往下落 而是在往上升 确实是在往上升 在果冻一般的蓝色中往上升 眼疾的身子迅速地变轻了 轻得就像棉花糖一样 最后 终于轻得就像一片羽毛一样了 眼疾果然是在往上升 确确实实是在往天上升 也会是会发生的 图书 轻得了 盒状